如果要不是马克思的工业化 所以马克思哲学 他和其他哲学 我们前面讲了 他有一个什么不同的基础呢 他强调工业和商业的活动 而强调资本主义 他从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具体形态当中 把握了人的本质和现代人的生活 也就是通过研究资本主义社会 走进了现代生活 所以马克思说政治经济学家 你看到你好像是要研究现代社会 但是因为你忽略了这样一个现代社会 和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特点 就是它的这个特殊性 你把它混淆了 把它当做一个普遍的概念 所以你走进不了现代社会 不知道现代社会到底它的点在哪 它的最根本的基础在什么地方 所以你就不了解现代社会 所以我们看起来好像在研究现代社会 实际上我们没有走进现代社会 那么你要走进现代社会呢 就要做这样一种抽象 看它的工具 它这个时代的工具 对于人们 对于它的社会形式的意义 以及对人的思想 对人的观念的这样一个意义 这样我们才能走进现代社会 现代社会 揭示现代社会的结构和它的一切形式 这是马克思对于工业的这样一个基本的理解 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 就是工业有这样一个意义 那么所以它在资本的生产当中 在资本的生产当中 工业是以异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他说马克思说 在工业 既然工业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 它表现为异化 表现为资本的生产 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 在现代社会工业的活动 在资本主义社会 工业的活动呢 也就是资本的生产 也就是资本的生产过程 那么在资本的生产过程当中 工业的异化形式是什么呢 马克思就定义啊 就是工业的这样一个异化 它作为啊 就是工业活动的这样一个异化 它所表现的 我们说的这个异化 它是以有用的对象形式出现的 马克思说 它是有用 它是啊 以这个有用的对象形式出现的 这个有用的对象的形式 就是工业的特殊的历史的意义 这个有用的形式啊 就是工业的特殊的 就是它的一个特殊的历史的形式 就是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 也就是它的特殊的历史的 这样一个意义 就是马克思认为 工业正是通过它的一般意义 和特殊意义 结识了人的本质 为人的本质的实现 准备了前提 是吧 就是我们讲的 前面讲的工业 作为工业化时代的这样一个 一般它体现什么 是人的社会的本质 社会的本质 那么它的特殊是什么呢 是有用的对象形式 所以工业呢 它一方面呢 它是和它的非异化 作为一般的意义 作为一般的意义呢 它体现的是什么 是人的本质 那么作为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 以有用的对象形式 也就是说 以使用它的有用 就是说它是有用的 对象形式出现的时候 它表现是它的特殊的 和历史的意义 这就讲了什么 是资本主义条件下 工业所发生的这样一个 异化形式 异化形式 那么工业的这两个方面的形式 工业的这两个方面形式 实际上马上说 就为人的本质的实现 准备了前提 准备了前提 就是说工业的一般的意义 工业的一般意义 它建立了能和自然之间的 一个能动的关系 建立了能和自然之间的能动关系 使能能够在能化的自然面前 能化的自然面前 确认自己的本质 自己的力量 就是当工业的发展 它能够把这个外部的物 就是外部的这个自然物 自然的世界 变成能工的世界的时候 以一种工艺的 这个工艺的马克思用的 Technology 它就是说 通过一种技术的这样一个东西 使能呈现出来的时候 我是不是看到了人对自然的能动性 是吧 我能够改造自然 让到我的目的来实现它 所以它在这个能和自然之间 就建立了一种能动的关系 建立了能和人之间的一个自然的联系 能和人之间的 一种能和自然之间的一个历史的联系 一个历史的联系 那么使能够的 正是有了一个能和自然 它有自然的关系 那么在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历史联系 所以这样的自然就有了历史 或者说自然进入了人的历史 进入了人的历史 那么这样 由于这样的能就在能化的自然当中 确认了自己的本质 自己的力量 这是从它的能动性方面来讲 那么工业的特殊意义 工业的特殊意义 也就是说 我们它的这个 从两个方面 给予能的本质 以历史的形式 就是工业的特殊意义 它给人的历史的形式是什么 一个方面呢 它是以它的有用的对象形式 以它的有用的对象形式 赋予了人的本质 以经济的形式 以经济的形式 就是说使这个经济的形式 经济的活动 成为人的本质的表达和自我实现的基础 自我自然实现的基础 也就有用的形式是什么 它是可用的 这是一个经济的概念 就表现了人的一个经济的这样一个特征 经济的特征 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方面呢 它是以资本的形式 以资本的形式 完成了人对本质的抽象 完成了人对人的 完成了对人的本质的抽象 因为这个资本我们说了 资本是一个中介物 资本它是一个中介物 它把人和这个自然的把它分离开了 把这个社会 就是说把人的社会 以一种普遍的形式表现出来了 它资本什么 资本它可以 它本来是一个社会物 所有人都承认的 所有承认的 所以特别是这个货币 货币它是一个中介物 我们拿的货币 可以买这个 任何你买任何东西 但是你如果是商品的话 它买不了 买不了 我这个东西如果别人不要 你说我举个例子 我们现在说我们的房屋 很多人都说我去买房子 那个买房子会增值 就是说我很有这个 它可以从现在十万 它可以增值到三十万 或者增值到一百万 我举例说 但是那你只是一个符号 它是以货币来针对你的符号 如果你这个货币实现不了 我说我现在要卖 我想卖一百万 但是你卖不出一百万来 为什么人家买一家 不要你的一百万 你一百万我不要你的 我去买其他的 我去可以买新的 我不要买你二手房 所以你二手房必然要降价 必然要降价 所以它在这个交换当中 它有一个什么 社会的尺度 有一个社会的尺度 所以这个货币资本的 它实际上这样呢 它就是把这个人的本质 这个社会本质把它抽象出来 使你看到它的一般的社会性 那么这样呢 就是说实际上 也就是说什么 通过这种资本的形式 它完成了对人的本质的 这样一个抽象 赋予了人的本质 以抽象的普遍的形式 从而实现了资本对人的统治 资本对人的统治 正是这一方面 使资本主义私有制 成为了人的本质实现的一个 必须否定的环节 就是说如果你能要实现自身的本质 你的本质都没有抽象出来 我知道你的本质是什么 你怎么去实现它 所以人的本质要实现的话 它必须要通过一个什么 分立的过程 它和自然分立的过程 你就是人的社会性的实现 也是这样的 我们说这个社会性 在马克思那儿 我们会考察共同应该 它是一个什么 你的这个社会性是有两种的 所以马克思为什么强调 它是人的解放 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 一定是一个个性化的社会活动 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说的社会性 我可以是以群居的形式 我们这个原始社会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在一起 他们是一种什么 是一种自然的联合体 是一个以血缘为纽带的这样一个联系 我离不开这个血缘关系 我是一个私徒 我哪怕是部落之间的这个战争 它也是什么 我们是以部落为单位的 就是我一个人打不过别人 我就集体大家一起 你这个部落跟那个部落打 他选出来这个酋长 实际上什么 就是这个部落的首领 他也是能不能啊 依靠血缘关系得到尊重 他是长辈 他是什么 或者他是世袭传下来的 就是他总是要通过这种血缘关系来认定 这个血缘之间是他们不能分立 每个人是没有社会性的 它是一个总体的 所以这是一种自然的这样一个 或者说自然的社会形式 我们用一个不准确的概念 自然的社会形式 它是一个自然的群居的这样一个群体 我们如果把社会性理解为这样一个社会性 那是很低级的 那么这种低级的社会性 只能产生出什么抽露的共产主义来 抽露的共产主义 但是呢 这个人的真正的社会性的活着 它作为一个社会人的存在 按照马克思说法呢 那就是说他要经过这样一种分立 我和人的社会本质分立开来 然后我再把握这个社会性 获得了这个社会性 那么我才能真正实现我的这样一个本质 成为本质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每一个当个人都活着他的社会性 就是他当个人都可以完成 他那个群体所完成的东西 实际上马克思在这儿讲了 当个人的社会性活着 还有一个什么意思呢 表现了他的自由 我有选举的自由 我有这个很多的这样一个自由 是不受你其他人来干扰的 不受其他的外界的这样一个干扰的 所以这也就是马克思说 我说的就是马克思所说的 私人啊 他说社会就是私人 不是我们前面讲的吗 一个是公民的人 他是从属于国家的 那么另外还有他是私人的 私人是自由的 在这个领域里面 既然我可以随意出版我的劳动力 那么我也有我的选举权 它是一个相对的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马克思就说正是在这个基础上 所以说虽然资本是把人和自然分离开来的过程 是对他的社会本质的一个抽象 但是正是通过这样一个抽象 通过对他的自然性的否定 那么他又实现了能够从私有制的这样一个异化状态 回复到他的这个人的本质的这样一个状态 也就是说获得社会性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 马克思就说 所以这个异化劳动 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呢 就成为了人的本质实现中的一个必须否定的环节 没有这个环节 人的本质实现不了 就是说你不经过分离 你就不能达到个体的社会性的获得 社会性的获得 所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 马克思说这个资本主义 这个私有制啊 也是成为了什么 能得本质 借以实现自己的这样一个手段 实现这样一个手段 所以这样就形成了这个马克思的这三层含义 对私有制的三层含义 那么通过这三层含义的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在马克思那里 私有制不是一个经济的概念 不是一个经济的概念 而是一个哲学的概念 而是一个哲学的概念 是一个说明能的本质及其实现的概念 是一个说明能的本质及其实现的概念 作为说明能的本质及其实现的概念 私有制具有消极的和积极的形式 具有消极的和积极的形式 那么它的消极的形式是什么 就是能的本质的异化 就是说你这个消极的形式 它是以异化 能的本质的异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也就是说 也是能的本质实现的一个具体形式 就是我能的本质当我实现的时候 我表现为什么 表现为异化的形式 这是它现实的 所以消极的也是现实的 也是它现实的形式 那么私有制的积极的形式呢 是以异化的形式展示了人的社会性 能的普遍的世界性的力量 能的普遍的世界性的力量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实际上啊 马克思啊 通过私有制 讲了能的这个一方面 强调了异化是人的现实的存在 是能的现实存在 它不仅仅是一个手段 它同时是能的现实的存在 同时呢异化呢 它同时什么 它的极其意表现为什么 通过这样一个异化 把人的社会性实现出来了 普遍出来了 也就是说使你人的本质啊 外化出来了 所以马克思说 它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 那劳动怎么把自己外化出来 它的本质的东西怎么外化出来呢 刚好是通过私有制 通过私有制 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 马克思啊 对私有制的这样一个定义 那么下面我们看一看它对共产主义的定义 对共产主义的定义 在这个共产主义的定义当中呢 马克思对共产主义有一个定义 他的定义啊 一个呢 他说私有制 共产主义是对私有制的积极的阳气 这是一个所谓积极的阳气是什么 也就是对人的生命的占有 对人的生命的占有 其实所谓人的生命的占有 就是人的生命的活得 我一会劳动不是伤死了生命吗 那个这个时候我都把我的生命了 把它活得了 那么这样一个从生命对生命的占有呢 也就是说什么 他是从人 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 向自己的人的存在 及社会存在的福归 存在的福归 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 这个地方马克思说的这个 能向社会的存在的福归 是什么意思 能向 我们把这个搞清楚了 那么其他的我们就好理解了 就是这一个关键词 他说是能啊 向自己的 向社会的存在的福归 那么马克思讲的 能向社会的存在的福归呢 首先强调 它是经济形态的变化 就是指的是一种经济形态的变化 也就是说呢 这个强调啊 共产主义是一种经济的运动 经济的运动 而且这样一个经济的运动呢 它有不同于私有制的经济内容和形式 经济内容和形式 那么这一点呢 对于理解马克思的这个共产主义概念呢 可以说是一个前提性的 是一个前提性的 如果我们抛开这个共产主义 马克思对他的这个经济形式的界定 那么我们就不能分析 历史上的各种共产主义之间 有什么区别 有什么区别 那么如果我们看到了 它是一个什么 这个是一种特有的经济形态 不同于私有制的这个经济形态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啊 什么 理解什么叫共产主义 什么叫共产主义 所以正是在强调共产主义的这样一个经济基础 这一点上马克思的把共产主义啊 这个把他的这个共产主义的这样一个概念呢 和这个其他的共产主义的这个概念呢 把它区分开来了 所以马克思把这个共产主义啊分为三个阶段 就是他在政治经济学考察当中 他把这个共产主义啊分成三个阶段 他说这个第一个阶段呢 他说是抽怒的共产主义 抽怒的共产主义 他说这样一个共产主义呢 他是以否定私有制为目的的 他是以否定私有制为目的的 但是他把这个 他在否定私有制的时候 连同私有制创造的一切文明和文化 都把它否定掉了 所以他这种抽怒的共产主义 他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就是否定了文化和文明 当你这个共产主义 是以否定人的文化和文明为前提的 你这种共产主义啊 就是一种倒退 是一种倒退 所以马克思说 这样一种共产主义呢 他是和当时的整个私有制的 不发达联系在一起的 是他指的这个前资本主义社会的 这样一个不发达的形式 代表了人们啊 对这个私有制的这样一个 就是说私有制因为他本身不发达 他没有把人的社会本质连续 这个揭示出来 所以他对出于一种对私有制的愤怒 把私有制所有的 连文化的东西全部都给否定了 所以马克思说 这样一种私有制呢 叫一种非常抽怒的这个共产 这样一种共产主义啊 是一种非常抽怒的这个共产主义 虽然他提出说否定私有制的目的 但是呢 他却把私有制的文明文化 创造的东西全部给否定了 这是第一个形式 那么第二阶段的私有 这个共产主义呢 也就是说在私有 在现阶段的 也就是资本主义产生 条件下产生的这样一个私有制 那么这一种私有 这样一种共产主义形式呢 它是什么 它可能就批判你这个资本主义的 不论到现象 它批判很多 但是呢 它希望保留国家 它有一种呢 它就认为应该还是保留国家 那么另外一种呢 就要保留私有制 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这样一个 共产主义的它的特点是什么 就是说它保留私有制 保留这个保留的这个国家的时候 实际上它是一种美好的一种幻想 我是幻想实现私有制 想不通过经济的变革来实现私有制 来实现这个共产主义 它说这是不可能的 是一种幻想 你说像这个 这就是空想社会主义了 空想社会主义 空想社会主义 幻想我保留这个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 而在这个形态上 实现共产主义 实现人的自由 马上说这怎么是可能的 功能怎么从这样一个 你这样一个保留国家 保留私有制的这样一个状态下 在一个私有制当中 实现自己的权利和利益呢 这是不可能的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样的共产主义是一种空想的共产主义 那么第三个阶段 也就是马克思所理解的共产主义 这样一个阶段的共产主义呢 是要否定私有制的 它的目标呢 也是否定私有制 同时呢 它要肯定私有制创造的文明成果 它要肯定私有制 保留私有制创造的文明成果 这样一个文明成果呢 也就是能得社会性的实现 能得社会性的实现 从而也是能得本质的实现 也是能得本质实现 所以马克思就说 刚好就说他承认 资本主义的私有制 经过了这样一个分立 把能得社会性充分发展起来的时候 所以共产主义保留了这个成果 然后呢来完成自己的这样一个 使能达到一个完善的形式 所以马克思所说的社会的能得实现 能得本质的实现 指的是能完成了他所 他作为一个社会个体而存在的人的实现 也就是他 我这个时候 因为私有制把能 把这个个体和这个群体和群体 我们讲的四种异化劳动形式 能和自己的产品相分立和自然相分立 同时能和能也异化了 就说能和能也分立起来 我不依赖于你哪一个某一个集团 某一个某一个人 就说能和能之间呢 不存在依附关系 我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人 独立的人 你在这个我们说的自然群体 比方说血缘关系 以血缘为纽带的这种社会里面 这个能和能 你说是社会的群体体 它是什么呢 能依赖于能 我依赖你 依赖他 就是说他依附在某一个四族集团里面 或者依附于某一个人 我要屈服于他的权威 那么马克思说到了共产主义的时候 我没有任何去屈服于任何权威 我个的就是个体 就是这样一个 也就是说作为社会个体而存在的这样一个人 所以马克思反复的强调 能一旦获得了社会性 获得了社会性 他就成为了一个什么 一个现实的当个的社会存在物 那么到这个时候 人也就成为全面的人 总体的人 总体的人 可以说马克思对于这个共产主义的这个理解 对共产主义的理解 对人的本质理解 提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 就是他对共产主义的理解 这是一个很高的境界 也就是共产党宣言里面所强调的自由能的联合体 自由能的联合体 那么从这个分析里面 从马克思这个共产主义的这样一段话的分析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共产主义在马克思那里 既是经济形态的变革 而且是以经济形态的变革为基础的 那么同时呢 他也是人性的解放 也是人性的解放 那么在这两个方面 就是说马克思认为了 人性的解放是为目的的 你说你经济的变革是为什么呢 经济的变革是为能的解放服务的 服务的 你没有这样一个经济的基础 你能性不能实现自己的解放 所以呢 在这个意义上呢 经济形态的变革 不过是人性解放的现象形式 是我能实现解放的一个手段 一个环节 同时也是我的现象形式 我们前面讲的马克思博士论文里面讲的是吧 我扬起了这个现象的形式 感性的形式 然后我的个体这个才能自我实现 那么这一个思想 我们讲这样一个思维的范式在这就表现出来了 在这呢 马克思是找到什么 人的现实实现的形式是什么 就是他实现的这样一个经济变革的形式 经济变革的形式 也就是说经济形态是能的人性解放 能得自我实现的一个环节 一个环节 那么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 在经济和这个人的这样一个关系方面呢 人的解放是目的 这就是马克思在这一时期所表达的 人道主义的思想 所以在这个地方 他不是说整个社会的发展是以经济为目标 他也强调有经济基础 但是也强调他的经济形式是一个基础 但是他认为这一个 只不过是你实现这个人的解放的一个 实现这个人类解放的这个最高目的的一个手段 一个手段 一种表现形式 而绝不是所有的这个基础 那么经济主义是什么 如果我们比较一样经济主义是什么 经济主义把经济当作一切 这刚好是马克思批判的 如果把经济形式当作一切的话 它是什么 把人从属于资本 把人从属于资本 所以实际上是什么 你是强调人的异化 所以当你强调经济是一切的时候 或者说它是一个最终目的的时候 实际上你就把人的价值给消解了 就把人看作是服从于经济 是经济的动物 是经济的动物 所以这一个思想和马克思这个时期的这样一个 或者说跟马克思整体的对共产主义的理解 对这个哲学的理解 它是背道而驰的 在这一家里对共产生的下来 好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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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